這本書呢,其實很多書好像不知道是不是銷量不好還是怎麼樣 或者是說,這本書好像也差不多絕版,這本書也絕版 那怎麼辦,那我有你們沒有,那怎麼辦 之後我就挑出來,然後我給你們我整理過之後的東西也OK啦 重點就是說你要去了解它裡面的使用方法 或者還有一個方式說,這裡面有一些東西其實我剛好我的習慣這樣 我都會做整本書的scan 因為我覺得有的時候出門在外,你帶一本書其實還不如帶一個電子書 因為現在手機非常方便,你有個PDF有沒有,一載入的話 那翻翻翻翻翻,很快就可以找到你要的 所以有些書我有時候都會花一點時間scan,或者請人家幫我scan 那其實這本書剛好也有完整的scan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很容易取得了 那在哪裡取得呢 其實各位可以在雲端上的好處就是說 它涵蓋所有,從VBA的基礎 再到儲存格範圍,工作表,工作部 裡面還包括有關連結資料庫的部分 還蠻詳細的,那這裡面的我們後面會介紹到的這本書 它的範例在這裡,所以請各位這兩個檔案 等一下有時間的話,把它先download下來 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是範例檔 範例檔的話呢,這邊可以把它download下來 這個範例檔 應該在右下角會有一個download 在下面,中間上面 這實在是 它是怎樣?大風吹嗎?本來在這裡對不對? 習慣在這裡 剛剛看一下,其實不見了 好到這裡來了 Google Google今天好像還在開Google I.O大會 主要就是說它會在 把未來做一個 未來的產品做一些規劃 軟體硬體等等的一個趨勢 不過這個 當然把它下載一下 另外這個PDF 也是可以下載在這裡 本來在這裡的 OK,這兩個 裡面的話,我們 重點是擺在 第三章,因為它前面是VBA的環境開發 再到一般的儲存格範圍的使用 第三章部分的話,就是工作表的處理 工作表處理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比如說插入跟刪除 或者複製啦 等等的這些功能 那裡面的話,總共從第八十個範例 好像到一百二十九個範例都在講這些 不過我們時間不是很夠啦 所以我們把一些比較重要的範例拿出來講 那裡面包含就是說 它總共可以區分成六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的話呢,就是顯示 比如說呢,我們前面有講過 我如果今天要選取某一個 某一個儲存,某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做選取呢 其實選取的方式 至少有兩種 一個是你可以用index 一二三四 它的順序 你後面加一個 點slate 比如說sheets sheets有沒有 刮壺1 它就會把你第一個選取 第二個 刮壺2 就第二個 點slate 就選取 但是這個選取的方式是按照數字來選取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什麼 用名稱來選取 對不對 也可以啊 所以我們前面很多範例不就都是選取 要先做選取 為什麼要選取呢 主要就是要把焦點 放在那個頁面 那個工作表上面 你才可以 所以在這個工作表裡面去存取裡面的包含儲存格跟範圍的資料 特別注意前面應該有蠻多範例是在做這部分 那 所以 這個我想應該比較簡單的 比如說要 顯示哪一個 你可以用index 或者是用名稱都可以 那你可以找最前面最後面 最前面的話就是 sheets1 第一個 那如果要最後面一個的話呢 那就sheets sheets sheets.com就可以 對不對 那另外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做什麼呢 比如說我今天按下一個下一個 我如果按下一個下一個 他有沒有辦法換下一個 你要下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你有個按鈕按下去他可以換下一個按鈕 那一直下一個下一個 如果說他已經到最後一個 你要提示他怎麼樣 已經到最後一個 或者乾脆 如果他已經到最後一個 你自動把它換到第一個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怎麼去做 有關選取 這個是第一 第一個部分 那這個應該比較簡單一些 前面蠻多的 那這相關的sample 我會抓比較重要的來做解說 再來的話還有所謂的複製 那複製前面應該也有 有一個sample是 複製一個新的排序 不過 這個 這個用的比較少一些些 那他觀念上差不多 那其他的話還有針對顯示工作表名稱 要怎麼去把名稱抓出來呢 其實就是那個 序詞 比如說序詞 刮弧 1 點 後面什麼呢 點 那個屬性 你就可以去取得他的工作表名稱 其他的話還有插入 那插入前面我們也用過嘛 比如說我要新增一個新的 有沒有 就add add在哪裡呢 add在 apt 有沒有 冒號等於 在哪裡呢 在最後一個 shift shift.com 有沒有把它放在最右邊 另外還有刪除 還有刪除所有的 這個前面都有講過 移動嘛 重新排序 這是第3個單元 第4個單元就是說 排序這個前面講過了 不過這邊也是類似的 那另外還有所謂的 隱藏工作表 還有在工作表上面加顏色 另外保護工作表 等等這邊都有 不過 可能時間不是很足夠 所以我們也是挑重點來跟各位做說明 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說呢 可以把 比如說 激烈跟偶烈拆成兩個工作表 或者是說 將每個月的資料 建立 各自的工作 比如一個 這個很簡單 一個 完整的 1到12月全部放一起 你可以把它拆開來 拆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統整 全部都統整 有沒有 那這個跟前面的範例很類似 所以這我想 各位有時間可以再做一下 大概會有這些 那最後還有個什麼 包含列印 的部分 比如說你可以 像之前有同學是 他裡面的所有的工作表 假設有100個工作表 他要每一個都列印出去的話 那你如果說你 用 手動列印 會花很多時間 那有沒有辦法用 批次列印的方式 可以把這些問題解決 那這個是有關 工作表的部分 大概可以從 80 到129 這些 其實我想 應該非常足夠 如果你可以 對這些工作表的 這些範例 都做過的話 我想應該 應該 這個 工作表的部分 應該都能 熟練的使用 所以請各位 先第一個 先把那個 雲端上面的這個範例 先下載一下 等一下我們針對這個範例 來做 這個 有關工作表方面的一個解說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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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2 4 3 4 4 5